大家好我是法国设计哥 今天我们来分割这条鲦鱼 给大家做一个创意鲦鱼手势 我们先拿鱼头刀 把它的鱼头取上来 内罩我们给它取掉 现在我们拿出牛肉 从它的鱼背 开进去 卡到龙心骨 推下去 上半斗就下来了 今天为了节约时间 我们直接来处理这半斗 把它的命牌取掉 鱼皮直接从它的尾巴位置 割进去 大拇指顶住鱼皮 刀往下压一点 现在我们是一张厨房 这是它的一张 鱼皮 我们把它表面的水控和油脂 稀释一下 现在我们把桌面整理干净 我们开始制作 像钓鱼中间还有一条鱼翅 我们要把它去掉 这边修一刀 这样的话这半条鱼已经分割出来了 现在我们开始给它进行一个制作 我们今天用鱼背部了 我们拿一个盘子 放入模具 抓少量的一个寿司套 我们给它压一下定下型 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加入少量的一个洋葱碎 鲁鱼酱 再滴几滴自卖油 这样的话一个饭整体吃起来的话口感会更好 现在我们加入我们事先切好的一个芒果丁 牛油果 现在我们钓鱼给它切片 我们简单的先修掉一刀 我们简单的切个四片 内脚收拢外脚散开 给它摆进去 然后我们接下来给它简单的装饰一下 旁边放一朵花 上面插一根小叶子 我们上面再放一片萝卜片 这样的话一份创意鲦鱼寿司已经完成 作品每天更新 喜欢的老铁双击关注 感谢观看